提到說他明明不是機關用地了 為什麼還要比照 那我跟各位報告 在95年 95年的這個商業區 還有就是這個公園用地 跟這個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劃設之前 就是我們的他的前身 廣埠國愛院 已經18年的時候設計 還有那個福德品質 他本身是機關用地 然後那個機關用地 是得動機率就是 百分之四百 然後他的見比率是七 所以你倒只是說 對早在95年做分化的那個時候 他原來機關用地的量子的部分是這樣 那在95年做規劃的時候 是就像前面有一位那個 最開始發言的第二位小姐 有提到的部分 在那個時候是希望說 這麼難得的一塊6.5公頃的公有土地 當然他希望說 藉由這個重新做到去補充 繼續新的公共設施 所以在這裡頭就留了1.5公頃的公園租 然後旁邊的這個量子 也不希望它太大 所以在95年的時候是比較旁邊 因為旁邊大部分都是住館 然後用2.5的總量 然後下去攤 然後以社會福利設施需求 那個時候需求是210 那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商業區的部分 那公園的部分 最主要公園的容積率是臉書 然後是做這樣的規劃 所以在數字計畫的這個成績的部分是這樣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這個記者的那一位是 然後再來里長嗎 然後還有 你等一下 我這個小姐先提示 你在下面就是 那個一定這個 第二台的第三千 就是這個 不好意思 那是那個白色外套的小姐 然後最後那個 還是 又移那個紫色外套的里長 淡寫淡寫 小姐 不好意思 你剛沒有澄清這位里長講的 跟這位先生的期望 這個地方可不可以請你 其實沒有啦 確實那個真的是 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計畫範圍 林地的都市更新 還是要照旁邊土地的都市更新的相關規定 跟辦理 那這一個 我們今天這個計畫範圍 就只有這個原來的這個 廣磁國安員和福德平台 所在的這個6.5公頃而已 所以並不因為他們 他們連署了以後 就可以像他們一樣蓋著 他們的連署書 我們會幫他們做轉達 不可能啦 好 各位長 各位小心 我是大人李的雲 我就住在八十四巷 那今天講這麼多